大家好,我是娟子 快过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萝卜馅饺子的作画 清脆可口 一起来看看吧 洗净的青萝卜刮成细身 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撒撒萝卜里面的水分 一块三肥七瘦的猪肉 切成肉片 再切成小块 最后剁成肉泥 装到大盆里备用 接着切点小葱 再切点蒜苗 稍微剁得碎一些 和肉馅放到一个盆里 在肉馅里加入适量的盐 一勺白胡椒粉 一勺麻辣鲜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再淋上一些食用油 然后朝一个方向 充分地搅拌均匀 给肉馅上劲儿 接着把腌出的萝卜水 倒进去 再次给肉馅搅拌均匀 静止10分钟 让肉馅更好的入味儿 腌好的萝卜身 不用挤水 直接放在面板上 切成小段 放进肉馅里 再淋上一些香油 再次给肉馅搅拌均匀 香喷喷的馅料就调好了 今天早上买了3块钱的饺子皮 现在开始包饺子 用筷子将馅料整理一下 两手一挤 一个大肚饺子就包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包法 一次包了一概连的饺子 够一家人吃了 水开以后少加一点盐 先把盐发开 开始下饺子 这样煮饺子的时候 不易粘连 全部下完以后 盐锅边轻轻的推动 防止粘锅 然后大火煮开 开锅以后 点一次清水 再次煮开 一共点两次清水 煮开三次 饺子全部浮上来 就可以关火了 热气腾腾的饺子 就出锅了 我先来尝一下 真的是薄皮大馅 清脆爽口 也可以蘸上喜欢吃的辣椒油 一人吃上一大盘都没问题 过年吃饺子 我们家就爱吃这个馅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